疫情成为中美国力的一个战场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说 一贯都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来自美军这个说法是疯狂 被问到发表这番言论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还是他本人代表中国政府 崔天海就说自己是中国驻美国的代表 李家文报导 全球超过30万人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源头在哪 这个问题触发中美口水战 驻美大使崔天海上个月初说过 三波病毒来自美军实验室的疯狂谣言很危险 他近日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 说到现在依然认为这番言论疯狂 运出病毒来源不能由外交官或者记者去揣测 而是科学家的工作 但就认为三波言论的是美国 记者就反驳三波阴谋论的 其实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崔天海叫记者问赵立坚有什么证据 说自己作为大使 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元首和政府 不是个别人士 那谁代表中国政府发声 是赵立坚还是他本人 崔天海就答自己是中国驻美国的代表 对于特朗普用上这个称呼 崔天海说 收尾命名疾病有它的规则 目的是要避免污名化 希望大家遵守 又强调中国没有隐瞒疫情 当前中美关系正是处于关键时期 抗疫坐在同一条船 两国要并肩合作 反对发动新冷战 有先电视记者